搭乘捷運的時候 近站一樣是要量測體溫 如果體溫超過37度 一樣是沒有辦法進來的 而且同時也是必須要戴著口罩 一直要到近站內 才可以把口罩像這樣子的拿下來 而且是要注意維持社交距離 實際直擊捷運站內 儘管是離封時段人潮並不多 但在6月7號解封首日 民眾口罩都還是戴口袋滿 距離1.5公尺以外你才能不戴 車間距離那麼近 所以還是要戴 畢竟還是疫情期間 對 大家小心 儘管是在捷運的離封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 只要是座位旁邊有人的話 基本上就很難維持社交距離 捷運站進進出出 人來人往查間而過 就算口罩禁令鬆綁 但在很難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離下 幾乎所有民眾都還是戴著口罩 雖然現在口罩禁令鬆綁 不過在搭公車的時候 上車還是要戴口罩 因為如果沒有戴口罩的話 很難保證所有乘客身上都有口罩 B卡上車公車內空間狹角 雖然疫情趨緩 但口罩禁令並非完全解除 預期穿船脫脫 大多民眾都還是選擇戴口罩 遇到民眾不戴 駕駛也會柔性勸導 如果有其他乘客 有反應說有乘客 口罩拿下來會影響到他 那我們駕駛就是以柔性勸導的方式 來請乘客佩戴口罩 口罩鬆綁但不是完全解禁 最高1.5萬的罰則還是在 捷運公車近戰也還是得戴緊緊 出門口罩最好還是隨身攜帶 畢竟仍在疫情期間 多一層保護也多一點安息 接著謝軍中謝偉雲SNG小組台北報導